二婚夫妻想要越过越幸福 做好这一点 想不幸福都难 第一 两个人一条心 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在迎接第二段感情婚姻的时候 希望这个时候你自己心里亲属 不要总是在你们夫妻吵架闹不合的时候 拿前段婚姻和这段婚姻相比较 这样只会让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再次发生破裂 所以你们两个人如果真的决定好好在一起 就需要你们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 道路上的坎坷都要一条心 只有两个人能够打开心 紧紧相连彼此敞开心扉 什么事情都记得和对方商量 这样你们两个感情会越来越好 以至于走到最后 二 和前夫保持一段距离 很多二次婚姻毁就毁在了这里 虽然和前夫离婚了 但他们之间还有孩子需要保持联系 在有些人心里觉得和前夫见面 只是为了孩子 所以没必要和现任老公说 在现任老公看来 这样的婚姻也是不会长久的 所以再婚了两口子 要想把这段婚姻经营好 就要把自己内心深处的话和现任老公说 因为只有当你说出来了 他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藏在心里面 只会让你们两个人感情产生裂痕 彼此之间有隔阂 只有把心打开 才会让对方也真心对待你 心与心才能结合到一起去 才能幸福完美的生活下去 三 情与沟通 善与理解 二婚夫妻在一起需要很大的勇气 因为他们总是会因为外界的话语 而使他们内心深处无法沟通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 无论是结婚的 没结婚的 再婚的都要知道 无论在做什么事情都要记得与人商量 因为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抵不过多人的力量 多有一条出路 很多二婚两口子 总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知道如何去和对方沟通 或者是把对待第一段感情态度 来对待第二段感情 这时候你要记住 和你在一起这个女人不是当初的人 所以对待不同的感情 就要学会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去对待 只有这样你们夫妻二人的婚后生活 才会过得丰富多彩 充满爱意 四 具有责任心 很多男人都没有担当 总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都把矛头指向你 从来不会考虑到你的感受 就算他做错了很多事情 但是在他看来都无所谓 总是在你们闹不合的情况下 拿你和前妻相比较 无论你对他再好 再怎么努力 他还是会一直抱怨你的不满 整天只知道和朋友出去玩 就算有空闲的时间也不会出出来陪你 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 他也不会去安慰你 这样的男人不值得让你用心对待 相反 你对他再好 他也只会变本加厉地对你使唤你 具有以上这四点的男人 如果你遇到了 请记得好好珍惜 因为现在男人真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